来美国三四年能不能买得起房 可以 但一定不是你 为什么说一定不是你呢 这条视频咱不谈富二代 只谈普通人 绝大多数普通人来美国买房 就两种途径 一是留学之后在这边找工作 二是通过其他手段 直接来美国工作 咱先说第一种 因为这属于绝大多数 基本上来美国前三四年 都在学业上 所以别说赚钱买房了 租房都要父母掏钱 但是如果我们刨去学业所占用的时间 从毕业后的工作时间开始算起 三四年到底能不能买起房呢 先以我身边为例 别看硅谷这门房子 随便移动都要上百万 但就我身边而言 工作三四年买房 其实还挺多的 因为他们大多数都在科技公司工作 年薪的都在几十万美金上下 这种人在我身边占绝大多数 但是放在全美 乃至全世界都是极少数的了 就这么跟你们说吧 能在美国三四年买房的 即使在国内生活也不会差太多 那如果抛开这些少数群体 一个普通人来美国 到底能不能做到呢 其实也可以 但前提就是去那些鸟不拉屎的地方 别说三四年了 一两年买房都有可能的 但是这好像也失去了 来美国的意义了是吧 所以基本上没有中国人会去 中国人的目标的 还是以纽约洛杉矶等打成事为主 这个时候我们就要说第二种人了 那就是靠其他手段 直接来美国打工的 这种人呢 一般都会有语言障碍 同时呢 怀出了所谓的美国梦 所以必须要去华人多的地方 因为那边可以母与沟通 并且工作机会多嘛 虽然说机会多 但是工作也基本上 以餐饮行业为主 月薪三千美金就算高的了 但是他们工作的索菜尝试房价 也都是百万七跳 你们可以算一下 别说三四年了 时间再翻一倍 在当地买房也希望渺茫 所以说他们会选择 忍辱负重个七八年 再换一个稍微偏一点地方买房 也是可以做到的 整体说下来 就是无论你在美国留学工作 在买房 还是直接来美国工作 在买房 大多数人还是要花个七八年的 不过有一说一 如果纯靠自己 在美国买房 确实可能会比在国内压力小一点 但是绝对没有你想象的那么轻松 这些海外华人所吃过的苦 也只有他们自己知道 那下一条视频 三千再跟大家好好聊一聊 在美国买房 到底能不能领首付